比特犬相亲了几只狗竟然都没有成功 今天比特犬能否相亲成功呢 走水戏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只大黑狗 今天这只比特犬是最后一位选手 如果再相亲不成功又要等半年之后了 猴子等动物就是这么神奇 它一年只能相亲两次 最好的搭配时间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搭配不上就要等半年 比特犬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主动的 但是不得其法 不得不说年龄还是轻了一点 经验还是不够丰富 虽然内心按捺不住 很想谈恋爱 但是技巧不够 卡斯罗犬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咱们首先让它喝点水 补充好精力之后 再给它带到卡斯罗犬面前 两只狗折腾了半天 都有点累了 咱们给它吃点营养膏补充一下体力 比特犬如果搭配卡斯罗犬 会出什么样的狗呢 性格肯定比较强势吧 体型估计跟卡斯罗犬差不多大 在看法基里边是天下观的